荒凉的山村却隐藏着一座金矿 其料里面竟还有巨型蜈蚣看守 为了得到里面的金子 雅巴将一头驴牵到金矿 用力拍打了下驴屁股 驴就听话地向着深处走去 抓紧蜈蜈食的时间 雅巴赶忙从墙壁上开凿了起来 他丝毫不敢停歇动作越来越快 还时刻注意着山洞深处的动静 赶在蜈蚣出来的前一秒 收起金子跑出了山洞 却不料他拼了命挖到的金子 静转头就拿去和村长换了根棒棒糖 原来这件还是个小傻子 随即村长又交代他 明天出山去城里换点东西 雅巴吃着棒棒糖毫不犹豫地点头 第二天就带着金子 去换了两落大洋 雅巴只顾着喝糖水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老板的眼神 然而他前脚刚走 后脚老板的两个伙计就跟了上去 随后他们就登上了同一列火车 雅巴在车上睡得正香 丝毫没有发现被跟踪 其料火车刚开到一半 一个满头冷汗的男人却突然站了起来 他来到一位军官面前 一把扯开衣服露出了里面的炸药 男人越说越激动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副官 他趁机举枪顶住了男人的太阳穴 不料就在这时 列车突然晃动 将车上的人摔了得七荤八素 副官将男人制服 谁知紧接列车员突然高喊 前面的铁路断了 这可把一车人吓得不轻 眼看火车还在飞速前进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封一男打开了车厢前面的门 尝试着想要将车厢和车头分开 他用尽吃奶的力气 终于再到断崖的前一秒 拔下了连接处的铁钉 可惯性还是让他们冲下了山崖 一段时间过后 幸存者们从山下苏醒 而雅巴也是其中一人 谁知抬头一看竟给他摔到了老家 他凭借着对地形的了解 直接找回了村里 并且将火车出事的事情 比划着告诉了村长 其他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 他们人生地不暑 刚进山林就有人踩中了陷阱 起了看着有人被吊起 剩下的人却丝毫没有救人的意思 竟接着向山林走了进去 村长半夜接到一群访客 他们自称是火车脱轨后的幸存者 村长见状便好心地让他们借宿一晚 一个土财主见村长家供奉着财神爷 赶忙带着太太参拜了起来 却不料竟因此发现 这村长看着穿得破破烂烂 谁知家中的香炉 还有手上的烟斗 竟都是纯金的 随后村长带路给他们找住宿的地方 他们却更感觉这村庄诡异 所有村民竟都早早地闭门不出 仿佛全村就村长一个活人 他们被领到了一个满是稻草的屋子 副官出门查看四周情况 看到村口拴着一只羊 竟起信地拿着草喂了起来 却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 副官听到动静后转头一看 一只巨大的蜈蜈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身后 副官赶忙拔出手枪 不料蜈蜈竟然刀枪不入 但他开枪的动静 还是惊动了熟睡的众人 然而等老汪赶到的时候 现场只剩下一滩血迹和一把手枪 老汪捡起查看 谁知随后赶来的众人见他拿着枪 竟怀疑是他杀了人 韩长官 如果我和你说 你的警卫员 是被一个巨大的黑影交走 你信吗 先把枪给我 这件事情我自然会调查清楚 可出了这种事后 他们也不敢多待 第二天便让村长带他们离开 村长给他们指了条路后 一伙人就顺着凝硬的山路走了起来 其料累死累活走了半天 竟发现路被山体滑坡堵死了 这可把几人气得不轻 气势汹汹的就回去找村长的麻烦 不料村长见到他们后却并不慌张 只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但韩长官却不吃这一套 直接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 威胁他尽快将路修好 否则就要将他和村口的羊绑在一起 提到羊的时候 村长掩饰不住的惊恐 看来他确实知道些什么 晚上老王坐在外面散心 谁知却突然听见羊叫声 老王和韩长官很快就冲了出去 来到村口后却只看见一阶段声 看来这家伙力气不小啊 这家伙不好对付 咱们还得松肠记忆 而另一边村长准备去给他们送贝勒 然而这却给了胖子两人机会 他们眼馋村长的金子一景 可他们来到屋里 却是翻箱倒柜找不到一顶金子 看来是有人掀他们一步 兄弟俩在地上发现一颗金子 这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其料下一秒寿子却突然消失 胖子抬头望去 竟是一只巨大的蜈蚣 正张牙舞爪的要将他吞噬 胖子吓得赶忙迈着小碎步逃跑 谁知老王竟出现将他救走 胖子连滚带爬的回去 慌慌张张的就将事情告诉了众人 那条蜈蚣有这么大 不不不不不 有这么大 一旁的姨太太被吓坏了 可另一个女人却怀疑起了村长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村长肯定知道 他不告诉我们 为什么呢 出山里的路 肯定是那个老头堵上的 这个村里一定有不可够人的秘密 想通了后 他们自然不愿坐以待毙 韩长官直接带头闯进了村长家 不料面对他们的质问 村长却老神在在并不承认 你要真能找到那条大蜈蚣 让他吃了我呀 胖子见状更是气急 直接要带他们去挖出金子的地方 看不明白 然而那里早就没了蜈蚣的身影 起料几人却差点因此产生了口角 他们就此分道杨雕 老王和韩长官还有两个姑娘 想要主动出击去消灭乌宫 他们顺着痕迹到了一处山洞 大着胆子走了进去 谁知这里近满地都是窟窿 然而到了深处却发现了 更让他们惊讶的事情 这里竟是一座金矿 这时躲在深处的乌宫发现了他们 他速度极快根本不给他们逃跑的时间 为了拖住乌宫 韩长官独自留下开枪对着蜈蚣射击 随着一声惨叫 韩长官葬身蜈蚣口中 剩下的三人拼命奔跑 而蜈蚣也紧随其后 他们跑到损坏的车厢旁 想要寻找炸药 却不知这时暴怒的蜈蚣已经冲进了村子 对着村民们大开杀戒 村长见状便想要逃跑 不料他刚找出藏起来的金子 土财主和一太太就冲进来抢夺 眼看金子撒了一地 他们都捡了起来 村长抱起一把就赶紧逃跑 可另外两人却入了迷不肯放弃 下一秒蜈蚣就冲进了屋子 一太太被一口吞入树中 仅剩的老王和女人终于赶到村子 他们将蜈蚣引走 老王独自抱着炸药到了山洞 决心以自己为诱饵 将蜈蚣杀死在那座金矿中 另一边村长眼看就要逃跑成功 谁知金子突然撒了一地 他慌忙捡了起来 却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来临 一只蜈蚣悄悄爬到了他身上 转眼村长就被蜈蚣包围 成了他们的美餐 唯一存活的女人想要逃出这儿 可却不小心踩中陷阱 眼看他要撞在树上 一把柴刀突然出现将他救下 竟是被村长指使着 挖金子换棒棒糖的小傻